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之 在我的印象里 我的童年似乎就没有爸爸妈妈一词 爸爸这个词对我来说更是陌生 因为对我来说 从小就没有人告诉我谁是我的爸爸 他在哪儿 哪怕是妈妈都没有告诉过我 小的时候 在小姨和舅舅家的时候 我最羡慕的就是弟弟妹妹 总是有妈妈陪着 而我的妈妈总说 不是妈妈不陪你 还是妈妈要挣钱养你 不然我们都要到街上讨饭吃 每每想妈妈的时候 她总是用这个借口来搪塞我 我听得多了 就算再想妈妈 我都不曾开口再对妈妈说 妈妈我想你了 不知是在我六岁还是七岁的时候 我妈突然回到外公家 说是要接我和她一起生活 当时的我超开心 因为我终于要和我妈一起生活了 只是 这份开心来得快 去得也快 我妈那时是做着小吃摊的生意 每天都是傍晚出去夜里回来的 那时小小的我 总是在我妈出门做生意的时候 被她锁在了出租屋里 哪怕我再害怕 再生死历劫地求妈妈陪我 她都不曾臭过眉头 有个一丝关心 却这样的日子 好像过了不到几个月 我妈就把自己嫁了 我妈结婚后就把小吃摊的生意 交给那个所谓的爸爸打理了 虽然我不怎么喜欢这个爸爸 但我不得不承认 是他暂时让我得到了些许不爱 但也是他让我的心里开始痛恨我的妈妈 我妈结婚后的头几个月里 晚饭我不再是开水泡饭 就着冷菜吃了 夜里也不再是我一个人害怕地 坐在被窝里 可这样幸福的日子 却在我妈和那个爸爸的一次争吵中 戛然而止了 对于那天发生的事情 我仍记忆有心 那天是我的生日 我妈刚带我买了一套新衣服回家 打开门的时候 我看到了满地的狼藉 有女人的内衣 也有男人的衣裤 我妈打发我回自己的房间 她就回了自己的卧室 没多久 我便听到妈妈在屋里嚎啕大哭 伴随着妈妈的哭声 我还听到摔东西的响声 以及那个人弄吼的声音 我躲在自己的房里 从门缝中看见一个陌生女人 从我门前快速地跑过 在她身后 我看见我妈被那个男人拦腰抱着 等那个女人出去后 妈妈才从那个男人手里挣脱出来 挣脱后的妈妈变得很陌生 我看见她和那个男人一直在对骂 而怒火中烧的妈妈 竟然冲到厨房拿了把刀 然后冲那个男人吼了一句 我要和你同归于尽 女人的力气终究抵不过男人 妈妈手中的刀被那个男人夺去了 在他们的争想中 我听到妈妈哀嚎了一声 然后看到有鲜艳的液体 从妈妈的手臂上躺过 瞬间染红了妈妈的袖子 直到地道地面 那是我平生以来第一次见到鞋 也是第一次看见妈妈被人打 那刻我顾不上害怕 直接从房里冲出来 拿起侧左边的拖把 直接朝那个男人身上打去 也许是看见妈妈受了伤 那个男人愣在原地认我打 不知打了几下 那个男人疯了一样跑了出去 他跑出去后 妈妈捂着满是血的手臂 也跟着跑了出去 丢下我一个人 看着地面上的血字 在那儿害怕地哭泣 那天之后那个男人消失了 而那天晚上 我的生日当晚 妈妈也没有回来 我一个人饿着肚子 关着灯 堵在被窝里瑟瑟发抖地哭着 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了生日 饿了一晚上的我 第二天早上到厨房里 盛冷饭吃的时候 碰巧妈妈回来了 我还没扒拉两口饭 晚就被妈妈夺去摔到地上 然后她对我吼道 就知道吃 我还没来得及解释 妈妈就在我脸上 留下了一个手印 那是我有机以来 妈妈第一次动手打我 也是从那一刻起 妈妈打我成了家常便饭的事了 那个男人走后 妈妈才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怀孕后 带着我回了外婆家 当时家人都劝说妈妈打掉孩子 可妈妈说 自己年纪大了 想留下这个孩子 算是陪陪自己 其实妈妈也是一个可怜人 妈妈两岁的时候 外公外婆就离婚了 妈妈当时是跟着外公一起生活的 在她刚懂事的时候 外公外婆又各自成了家 进母进门后 对妈妈并不好 可外公又是一个男人 整天就知道在外挣钱养家 很少有时间顾到妈妈 所以妈妈从小就在 缺爱的家庭里长大 以至于有了我以后 妈妈都不知道如何去爱我 所以才有了今年 在这家国 明年又到另一个家国的我 没过多久 妹妹出生了 妹妹出生后 妈妈抑郁了一段时间 那段日子里 妈妈的情绪波动很大 我总是小心翼翼地 出现在妈妈面前 因为只要妈妈一不开心 她总会抓狂地打我 而且不管手中拿的是什么 她总是狠心地敲在我身上 事后又心疼地跟我道歉 说她不是有意的 每次爱过打猴 我虽然痛恨妈妈 但我总是用肯定是我妈妈 八字不合来安慰自己 因为只有这样 我才能说服自己 去相信这是母亲 对女儿动手的缘故 在我上周二那年 妈妈突然给了一道选择题 让我自己挑 一是我妈已经养我这么大了 该我出去打工 养活她个妹妹了 二是回到乡下的外公家 跟外公一起生活 自从妹妹出生后 妈妈就再也没有出去过工作了 而是待在外婆家 花着以前的积蓄勉强生活 妈妈给我的这个选择 彻底伤了我的心 外公家是在乡下 而且从六七岁 和妈妈在一起后 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对那个地方 我心里多少有点抵触 所以我选择了第一个 辍学打工了 妈妈把我安排在 她朋友的宾馆里工作 我每天都穿梭在整理被子 和打扫房间里 而且每月的工资 都是我妈准时 到她朋友那儿领走的 至于我 除了给我买点衣服外 其余的钱 都被我妈拿去养了妹妹 因为我自己从小的经历 我对这个妹妹也格外地关心 我不希望她像我一样 从小在没有爱的家庭里长大 所以我并不怪我妈 把我的工资都拿来养妹妹 只要看着妹妹开心快乐 我就觉得 我的童年也跟着幸福了一遍 在我刚成年的时候 我转到了前台的收银工作 在前台 我认识了一个 经常来宾馆处的朱卫华 她的年龄有点大 但待人很好 特别是对我 每次她来宾馆的时候 总会带一盒巧克力 硬塞给我 而我出于礼貌 在她退房的时候 总会把巧克力的钱 偷偷塞还给她 但每次都被她发现 然后她把钱硬塞回来给了我 后来没办法 我自己送了一些小物品 回送给她 一来二去 从小缺爱的我 在朱卫华的甜蜜空泡下 脚蟹投降了 刚开始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年龄问题我问过她 她的回答是 我离婚了 听到她是单身的身份后 我也像其他恋爱中的女孩一样 在恋爱的蜜罐里 尽情地翱翔 只是 这蜜太过甜 以至于我只看到了表象的甜 我妈从她朋友那里知道 朱卫华后 她刚开始 不抵触我和朱卫华交往 后来不知怎的 竟然开始反对 在我不听劝的时候 我妈直接把我关在了家里 而且替我辞掉了工作 我对我妈这一无理由的举动 很反感 问她缘由 她又不肯说 只是一个劲地告诉我 这是为了我好 她的这一句为我好 令我很抓狂 对于恋爱中的人来说 你越是反对 越能激起她心中 对爱的执着 而我 也是如此 趁着我妈出去买菜的时候 我让我妹拿家里的狼筒 帮我把锁锁开 刚走到门口 就撞上了我妈 她看见我溜落出来 就拽着我往回走 我妈的手 因为以前被刀伤到了脉筋 使不上太大的劲 所以她只能一边骂我 一边尽量地拖着我 你个没良心的 被人骗了还要往里跑 我妈说的话 更是让我原理雾理的 我一使劲 就挣脱了我妈的手 往宾馆走去 因为每星期 我都和朱卫华约好 每几天约会的日子 所以我按照之前约定好 开了好的房间 在房里满心欢喜地 等着朱卫华 我迫不及待地想跟她解释 之前的那次为何施约 我要让她知道 哪怕我妈再反对 我还是会义无反顾地 和她在一起 可是我等来的 不是朱卫华本人 而是她的老婆 当那个女人 站在我面前 趾高气昂地对我说 我是朱卫华老婆的时候 我整个人像双胆的茄子一样 蔫了吧唧的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抓着那女人的胳膊 一遍又一遍地问她 你是朱卫华的老婆 我真的不敢相信 那个心智淡淡地 对我说她已经离婚 而且只爱我一个人的男人 竟然会欺骗我 那个女人明显被我问得烦躁了 直接推开我的手 狠狠地甩了我一个嘴巴子 然后说 你是笼子还是傻子 听不懂我说的话 也难怪了 如果你是个聪明的女孩 就不会被她骗了 花音刚落 我看见我妈和她宾馆朋友 走了进来 那女人给我那巴掌有点狠 打得我嘴角 裂出了点血 我妈见我嘴角有血 直接冲过去 揪着那女人的头发就扇她 这一下 房里可热闹了 很快 我坐三的事 在宾馆里传开了 恋爱的时候有多甜蜜 失去的时候 就有多痛苦 被我妈拖回家后 我温温温温地过了几天 我妈见我这副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的样子时 恨铁不成钢地骂我 瞧你那点出血 就是一个男人吗 不就是一个男人 没想到 我妈说的那样云淡风轻 我难过的不是自己失恋了 也不是自己被三了 而是那个女人 竟然是我妈喊去的 还是闹得人尽皆知 难道她就不为我想想吗 这场闹剧之后 这让我以后 如何在朋友面前抬头 如何还能在这里继续生活 那天看着我妈 揪着那女人头发 踢我出去的时候 我心里确实很感动 但 在她们互相揪着头发的时候 那女人对着妈妈说 不是你打电话警告 我知道我管好 我自己的老公吗 怎么现在 我对自己老公擦屁股来了 你反倒怨气我来了 那女人花音刚落 我妈转头看到我几秒 也就是那几秒 我明白了一切 我恨妈妈的做法 恨她的冲动 为什么她不能 直接了当地 告诉我朱卫华的事情 非得把她老婆牵扯起来 然后让我成为大家的笑话 所以我对妈妈吼道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妈妈的脾气本来就暴躁 听到我回怼后 她也火猫三丈地 跟我吵了起来 吵到最后 我歇斯底底地 朝妈妈吼道 从小到大 你对我除了打却是骂 我还真怀疑你的心 是不是石头做的 又或者我是不是 根本就不是你亲生的 所以你打麻起来 一点都不心疼 妈妈想都没想 直接脱口而出 你本来就不是我亲生的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整个人就像被雷劈了一样 僵在那里 你动不动的 原来我是外婆捡来的孩子 当时我妈自己 经营了一个小吃摊 手头有点积蓄 再加上 她又是从小 在屈爱的家庭里长大的 所以她想留下 和我和她作伴 只是她自己 从未被爱过 所以根本就不懂得 如何去爱我 这让我终于明白 我和妈妈 并不是八字不合 而是我们根本就 没有学员关系 这也解释了 为何我妈会 不顾及我的脸面 当众戳穿了 我是三了 哪怕那句话 不是她亲口说的 我不是亲生的 不是亲生的 这句话 一直营绕在我的脑海里 挥之不去 越想越难受的我 愤怒地 推开了 与我争吵的妈妈 朝卧室走去 既然我不是亲生的 那我还留在 这个家里做什么 在我胡乱收拾行李的时候 妹妹一直扯着我的衣角 哭着求我 姐姐别走 以前看到妹妹 总会让我想起我的小时候 所以 我为了不让妹妹变成 和我一样生活在 没有爱的家里时 我一直尽我所能地去爱她 可此刻 直到我和妹妹 没有任何学员关系的时候 我却觉得无比心烦 我用力扯回 被妹妹拽着的衣角 拎着包 就往门外走去 结果 妹妹重心不稳 直接扑倒在我房里的玻璃桌上 额头被划了一道口子 看着妹妹额头伸着血 还想拉着我 劝我别走的时候 我突然就心软了 我放下包 抱起妹妹 就往医院跑去 妈妈只是跟在我身后 没有说任何责备的话 还好 妹妹的额头 只是磕破了点皮 不会都下疤痕 要是她真的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我怕是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 看着这个小家伙 一直牵着我的手 不放开的时候 我突然没了之前的愤怒 再看着四十多岁的妈妈 我的内心也发生了变化 当年 如果不是我妈收留了我 那此时我还能站在她面前 跟她置气吗 其实我妈妈一样 都是在缺爱中长大 又极度渴望被爱 而我们在还没学会 爱自己的时候 又笨拙地却想爱别人 结果 在爱中用错了方法 以至于互相不体谅 从医院回去的时候 看着睡在我怀中的妹妹 我想走的心 也渐渐地退去了 既然我和妈妈有缘成为了一家人 那又何必在乎 是否有血缘关系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